玩这个游戏我的肉体和灵魂都得到了升华 这才是真正的游戏 不 这不是游戏 这是艺术 接近十分钟的时间 我就已经为这个游戏的感染力深深所折服 这是一款特殊的游戏 在这个游戏的评论下 无数玩家的心灵被净化 灵魂被升华 每个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对生活的希望 写下了对人生的感悟 它就是数模拟进2020 自发布以来高达93%的好评 在去年我就已经被评价骗过一次了 打开游戏之后我发现 这游戏里啥也动不了 就是一个只能盯着屏幕看的屏保 不过今天我们说的不是它 而是它的续作 数模拟器2022 自发布以来竟然高达98%的好评 并且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中文评价 这是逼我做第一个吃快乐星球的人吗 那么本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原则 我们打开游戏 我发现游戏除了把2020改成了2022以外 并没有什么区别 不对 它竟然可以前后左右的操作 这样我们在看数的时候就不再显得那么沙雕了 我的天啊 它竟然还加入了天气系统 可以自由调节天气 并且可以控制白天黑夜风向风力 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功能等等等等 看来这个游戏是要往开放世界走啊 野心很大 为了让更多的人上当 啊不对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灵魂得到升华 我决定看它个20分钟 然后写下第一条中文评价 这是今天最好的开放世界游戏 它能让你明白什么是快乐星球